三部爆款连续剧敲定续集 2021不再巨荒 2020的疫情导致演员们无奈宅家 待不住的各路剧民们 在抱着手机看新剧的同时 估计开始担心起了过几年的电视剧产量 随着一家人之年 三十而已等年度爆款连续剧的大结局 这种大制作能不能有续集 已经有三部爆款连续剧正式敲定了续集的制作 关于庆余年2的消息 各路网友们肯定已经了解了不少了 庆余年在2019年上线 故事讲述了一个 穿越到南京的大学生在江湖 宫廷与家族中斗志斗勇 逐不了解身世真相的故事 庆余年集结新生演技派和老西虎 可谓是2019年的年度最佳之一 主角范贤已经确定将由圆满主张 若云继续实验 其他不少角色也将保持圆斑人马 只剩下几个角色还未确定 不过具体信息也将在10月份全部公布 庆余年2将为观众们 解密第一部结局留下的无数问题 范贤的妈妈到底是什么人 范贤和婉儿最后有没有在一起 范贤是什么人 光是说这便悲感期待了 期待在明年上线的庆余年2 能够超过前作再创下作吧 去年另一部被收好评的编诗 围绕着三个学生家庭故事的小欢喜 也就是2015年的小别里的续作 在小欢喜中 学生们能在乔英子 范易凡身上看到自己 家长们也能从方圆 董文杰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在去年高考十分上线的小欢喜 可谓十分应景了 也的确凭借质量获得了不少的奖项 小欢喜2 同样确定保持原班人马 黄磊 海青等知名演员 以及扮演学生的李更熙 郭子凡等新生代年轻演员 将继续为大家贡献优秀的剧作 可以说也是2021 不得不怕的剧作之一了 最后挑递剧作的则是 当大结局没多久的三十而已 取题的名字叫做四十正好 编剧还是十分会想啊 三十而已讲述的顾佳 王曼妮和钟晓琪 四个三十岁女人的生活故事 在网友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 话题杜比统计的二十不过 还要高出不少 也算是经济爆火的剧作之一了 四十正好居如其名 将要讲述四十岁女性们 在生活上的故事 加上了更多的成熟和智慧 虽然主角还没有递下来 四十正好却已经宣布在 2022年正式上线了 今晚还要等两年 但是三十而已的质量 绝对值得网友们去等待 有了这三部大作的续皮敲定 各路网友再也不用担心 自己每天百般无赖的 捧着手机无所事事了 希望2021部级能带给我们 更加优秀的影视剧作品 一起也能快快追赞吧 美玩美聊 侃侃播报